这个人与女孩为了挣钱,连命都可以不要,她到底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个长着蛇尾巴的女孩,是魔族的千金小姐 当年人类在和魔族大战的时候,她被送到了人类世界当作人质 在这里,她结识了幼年的格雷,两个年纪相仿的孩子总是有着聊不完的话题 他们一起学习医术,一起测验常谈,直到一年以后,人类和魔族彻底结束了战争 整个世界恢复了和平,杀季这个人质也不再有留下来的理由 两个人分别的那一天,小小的眼眶里,饮满了离别的泪水 不过让他们都没有想到的是,之后的他们,竟然在同一所大学里面重逢了 有了之前的友谊基础,两个人把对方视为知己 这不,他们现在要一起出门购物了 不过说起来,男人和女人的消费观还真是不同 格雷觉得既然要出门,那就买点需要的东西回去就可以了 然而浪漫主义者的杀季,却看见什么都想要 不过这条有名的梅洛水街,也确实具备挺大的吸引力 人类和魔族在这里和平相处,水上是一家家,贩卖着精品的商铺 水下则是生活着,长着鱼尾巴的魔族 他们可是完美的水手,看着一个个漂亮的玻璃杯和精美的灯具 杀季简直就要开启,剁手模式了 不过,这也不能够怪他,估计没有几个女孩能够空着手从这里走出去 在回去的路上,杀季和医生被一个人鱼女孩拦了下来 这个人鱼女孩叫做拉拉,她正在摆摊,贩卖着自己的歌声 看着拉拉如此拼命的推销着自己的歌声,而且还把爱情什么的扯了进来 杀季实在是受不了,这样浪漫的诱惑 无奈之下,医生直接拿出了三枚铜板,买下了拉拉的一首歌曲 也怪不得人们都说,人鱼的声音具有古魄性 拉拉的这首歌唱得可以说是精彩绝伦 可是就在大家都沉醉于她的歌声的时候 拉拉竟然剧烈的咳嗽了起来 歌声中断,拉拉为此感到很不好意思 就在她想要重新开始唱起来的时候 善良的医生让随手把船开到了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 她要在这里为拉拉做一次免费的检查 听到是免费检查,拉拉更加羞愧了 可是医生却表示,你刚才的歌声远远的超过了三枚铜板的价值 就只当用你的歌声支付了医药费吧 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拉拉的喉咙里竟然长满了小水泡 看来这个女孩一直是忍受着疼痛在唱歌呢 虽然拉拉的呼吸道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她的腮部明显分泌液不够 所以这也是导致拉拉喉咙发炎的主要原因 经过推断,医生觉得应该是拉拉在陆地上的时间太长了 听到拉拉说,自己每天在水里只有六个小时 剩余的时间全部都在卖场 医生瞬间就恼火了 拉拉这样,简直就是相当于人类在沙漠之中 不喝水一直唱歌一样 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她的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 面对于医生的质问,拉拉也直接崩溃了 她觉得这个医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自己的父亲跑路了 家里只有母亲和三个比自己小的弟弟妹妹 作为家中的长女 她当然要负担起照顾全家人的责任 所以她一直都在拼命地工作 想要用自己的歌喉为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 就在医生准备告诉拉拉 最终的诊断结果的时候 一个人类男孩突然掉进了水里 这个时候,如果水手过去帮忙 整个船都会被冲走 千钧一发之际,拉拉勇敢地跳进了水里 这个自己身体极度不适的女孩 勇敢地把人类男孩救到了岸上 可是就在医生全力抢救男孩的时候 拉拉竟然悄无声息地滑落了下去 等到医生把男孩抢救回来的时候 才发现拉拉不见了 此时的医生也来不及多想 直接一步跳进了水里 果然,她的猜想没有错 由于腮部有炎症 拉拉此时已经没有办法自主呼吸了 这个时候的医生已经来不及想太多 她直接给拉拉来了一个甜蜜的人工呼吸 可是当她把自己口中的那一口气灌输给拉拉以后 竟然在水里昏迷了过去 关键时刻,杀鸡用自己的尾巴把两个人拉了上来 还好他们命答没有被水呛着 这一次总算是皆大欢喜了 不过某些人好像是吃醋了呢 拉拉最终签约在了广场上为大家唱歌 她的歌声治愈了无数人的心名 一时间成为了所有人最喜欢的歌手 而且工作时间稳定以后 拉拉也有了长时间待在水里的自由 杀鸡和医生也经常会前来捧场 不过拉拉在面对医生的时候 总是会莫名的害羞 毕竟这可是间接夺走了自己初吻的男孩呀 看着拉拉欢快的摇着尾巴游走 女神觉得医生貌似又交上桃花孕了呢 看来医生这个职业找女朋友倒是挺方便的嘛 之后医生又会碰到怎样有趣的故事呢 好了 我是女神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评论转发哦